第七百九十二集 回答他们的只有云中木的一句话 不服的滚蛋 无数玩家目了 其实好多人加入行会以来 看的多是云中木勤勤恳恳的 处理行会中的大小事物 一直是力求让每个人满意 虽然也是经常骂来骂去 但这是一种习惯 在他们心目中 什么大爷的孙子之类的都不再骂人 而是很亲切的称呼和语气词 但这一次云中木一点情面不留 冷冰冰的一句滚蛋 让好多人都疑惑了 只有实惠的老成员才知道 云中木本来就是这样子 但自从实惠联盟越搞越大 成员关系越来越复杂 这家伙处理事物 逐渐的也磨得越来越圆滑 今儿这是八成受什么刺激 导致原形毕露了 但这样的云中木才是让他们觉得亲切的 圆滑的云中木只让他们觉得越来越陌生 这一干老兄弟纷纷庆贺云中木本色回归 并开始帮云中木摇集助威 不服的滚蛋 当当当 系统提示不断 没等人表态呢 有些行会里有意见的玩家 已经被直接踹出去了 不用说这实惠联盟是有不少新鲜血液的 但就十家行会的会长 还有核心成员 都绝对是云中木他们这一干兄弟 看云中木这暴躁 二话不说就站在云中木这边 连解释身边的机会都不给 谁有意见 直接就踢 被踢 行会积分会化为乌有 这和与工作室决裂断了财路 就是那鱼和熊掌 眼看不可兼得 纠结的人只能继续纠结 可云中木的铁杆兄弟们 此时已经拉大旗准备去砸英旗的场子了 纠结党们也只能做出抉择 有些行会积分极高的 只好选择与工作室翻脸 行会积分低的 不少都选择默默退出 但也不乏那种真想把鱼和熊掌都吃下的 他们的做法则是各不相依 有默默跟在队中 觉得这是两个团队的竞争和私人无关 工作室方面也许不介意的 他们默默的做事 其实两边都可以把他们忽略 也有一边在行会里摇旗呐喊诸威的 另一边却按通工作室给送消息的 他们希望两边讨好 都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这后者显然影响更大一些 通过他们送出的消息 英奇联盟做出了应对 和实惠联盟PK角力 他们没有这个实力 工作室的存在是为了利益 他们更乐于给玩家提供一些 正常玩家做不到的事 比如在临因城时 给水深行会批量制作军服 而这些事大多不需要什么战斗力 他们虽然拥有许多记名打工玩家 里面也不乏高手 但这些人终归不是他们工作室的正式员工 做一次事领一次钱 当遇到一些需要拼命的高难度差事 他们自然有权利拒绝 比如和实惠联盟PK这种事 在越野城就没有比这更高难度的差事了 哪怕是刚刚被实惠联盟踢出行会 满怀恨意的玩家 也绝不会在这个时候 去接受这种完全是送等级的差事 英奇完全没有做出战斗方面的应对 他们只是在窒息实惠联盟 要来砸他们场子后 迅速关掉了他们明面上的所有铺面 实惠联盟的人气势汹汹地四下扫荡 发现这些平时有时会24小时营业的铺面 此时竟然没一个开门的 当下也明白 肯定是行会里有工作室的人走漏了消息 行会的人只好把这情况告知云中木 立刻被云中木一通训取 你大爷的 会有英奇的人这用膝盖都能知道 谁让你们一开始就把这个事 在整个行会里嚷嚷的 没脑子吗 切 你不也是马后抛 这和云中木对话的是老兄弟 分外的不客气 云中木如果早想到这点的话 那肯定一早会有指示 云中木果然是被说中 也没脸再嚷嚷 值得转口道 去找澳大奶孙子 那小子就是这边英奇工作室的 还他妈是什么越野城负责人 就去找他 让他负责吧 哦 有这事儿 兄弟们一听也高兴 这真是辛仇旧恨一起算 分外痛快 闹天人呢 那谁知道 八成也脱不了什么关系 见着就杀吧 云中木随口道 这点上他和见鬼这样的人就不大一样 见鬼是肯定不会这么不分青红皂白 但云中木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而他们这边此时正在商量着 要不要追上山去 把这帮工作室的家伙全部收拾光 以他们的实力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因为人数上毕竟是弱势 就算做到了也会有不少伤亡 云中木今天也死了好多兄弟 而且都是最亲最信任的 有些心疼 你一个人行不行 你想累死我呀 PK几个人你就喊累 喊着公子反问 周围一圈人都倒吸了口气 那是几个人吗 那是几百 PK还好 累的是在后面 PK纸得洗一下 你懂不 顾飞说 多少PK纸了 一百七十六 嘘声一片 云中木等人朝顾飞竖大拇指 这才是纯爷们 真好汉 PK纸没上线的吗 会不会到某个树 连系统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一倒雷 给系统毁灭 别瞎说 一百七十六点 这怎么收场 呃 这里上了山 应该还有别的去路吧 咱们暂且守在这 等你们行会援兵过来了 再往这些家伙一网打尽 韩家公子自然是心狠的 完全不想放过这些 已知就在眼前的敌人 云中木 却只会比他更狠 一听这如意 更觉得稳妥 连连点头称号 于是一行人 守在山路下面 不大会儿 那对行似路人的家伙 渐渐走近 双方互相打量着 互相越来越觉得 似乎有些眼熟 我靠 终于 云中木和对方 对中一人 同时看到了 可以一眼认出的家伙 一起喊出这一声之后 立刻挥一手指挥 队伍准备战斗 原来是你个孙子 居然还敢来越野城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云中木大鹤 放你娘的屁 你别自作多情 老子是要去越野城 倒是你这个孙子 鬼鬼祟祟堵在这路口 搞什么勾当 对方对中 也有人叫骂 顾飞含着公子 都看到叫阵的这人 也觉得熟悉 但是一时间呢 想不起来了 结果这时冲出来的 竟是英种月仔 别忙别忙 都别忙 可能是误会 吓喊什么 躲后面去 云中木不认识英种月仔 觉得这家伙哪知道 他们这些人 过往的恩怨呢 诶 是你小子 来人却认出了英种月仔 跟着目光又一扫 他也看到了顾飞 还有韩家公子 千离罪 他叫了出来 果然认识 我就觉得眼熟 顾飞走出来 却还在想这人是谁 对呀 就是茫茫的那朋友 英种月仔走到顾飞旁边 哦 对 就是那个法师 顾飞恍然 但名字 名字想不起来了 于是悄悄问英种月仔 叫什么来着 一蓝 英种月仔说 蓝义 我是你大爷 蓝义怒了 我故意的 英种月仔得意的对顾飞小声道 对于这个和茫茫的茫茫 貌似很熟的朋友 他可不会有太多的好感 幼稚 顾飞 顾飞比试了他一下 是茫茫叫他们来准备帮你的 英种月仔竟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哦 我怎么不知道 咦 他没跟你说吗 顾飞却也很快明白 这茫茫的茫茫 行事风格倒是和云中木极其相似 直接拉人就来帮忙 根本不和你打招呼 就像云中木直接领了人 到了云端城才联系顾飞 顾飞连忙给茫茫的茫茫去了消息 印证这一说法 而蓝义在此处遇到千离罪 在人群中扫了一圈 却没看到茫茫的茫茫 也在给他消息问话 花松中永生之前所承担的活 是他们拿手的调戏骚扰 这活需要有跑路的速度 茫茫的茫茫 作为一个牧师 当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呀 也就没跟着他们一起行动 但至少他也知道了 顾飞他们遇到了麻烦 在离开沟火会的现场之后 他就给蓝义去了消息 叫他带人来助阵 云中木现在一度还知道 顾虑行会大多数成员的想法 茫茫的茫茫 却不会想这么多 在他看来千离罪 他们都是朋友 朋友之间当然要互相挺 现在朋友有了麻烦 自然要动用自己 可以动用到一切的力量 给予帮助 至于蓝义他们这边 有茫茫的茫茫一句话就够了 其实也不多问 带了人立刻上路 只不过白石城到云端城 有两城距离 来得自然比较迟了 结果是郑巧和顾飞他们 在这撞上了 顾飞和蓝义都在给茫茫的茫茫消息 问题却不一样 顾飞在确认蓝义的帮助 而蓝义对过来世帮助千离罪 并无疑问 他是问云中木这个牲口 怎么也会出现在这里 茫茫的茫茫给出了回复 顾飞这边是确认 云中木的是茫茫的茫茫 也能够猜个大概 知道他们也是过来帮千离罪的 这时候蓝义如果 反而和云中木搞起来 那自己叫他来反倒是帮了盗忙 于是连忙提醒蓝义控制情绪 先把帮忙的事办妥 再找机会 炒云中木下黑手也不迟 顾飞这边消息完得快 看蓝义那边一直还垂着头 知道他还在联系 不过不大一会儿 蓝义也抬起头来 扫了云中木一眼 今天先办正事 先不和你计较 去老子怕你啊 等正事办完 看我怎么收拾你 云中木也识大体 这是两伙人护欧 那是给千离罪添麻烦 由此可见 他们这票人倒真是以朋友为重的 到时候你别跑就行 蓝义这还还嘴呢 谁跑谁孙子 云中木针锋相对 你不跑呀孙子 我是你大爷 我大爷是你祖宗 两人是不准备动手了 但嘴不闲着呀 喋喋不休的骂着 跟着带动双方成员 两边进行团体对骂 但云中木这边伤亡惨重 此时就剩六十来人了 比不了蓝义这边精神饱满的近三百人 从音量上明显是战下风啊 云中木越骂越觉得吃亏 他这喊一句 人家可以以五倍的量来还击 顿感不奋 渐渐又失去了冷静 手已经摸刀想急行了 这时顾飞总算是站了出来 双手各朝两边压了压 别吵别吵 顾飞说话多少还是管用 两边声音都小了些 还不住口的 突然发现顾飞有摸件动作 也连忙都闭上了嘴 不如大家一起去找山上那帮家伙出出气 顾飞出主意 哦 山上有敌人吗 蓝义他们远远的过来 倒是一早就看到 这边山道口在PK 不过那时也不知 就是自己要来助阵的对象 所以也没太理会 有的 有的 顾飞说 走 蓝义手一挥 一看到某些人气就大 咱们一起去降降火 走喽 去降火喽 蓝义的弟兄给老大撑场面 一起吆喝 我看你不仅仅是要降 而是要让人直接灭了吧 云中木不还嘴那根本不可能啊 我看你才是被灭了吧 怎么就这点人呢 你的四千众呢 蓝义回头嘲笑 云中木这又要叫 顾飞看这样下去是没完没了 带头冲上去 见一挥 跟着我上 云中木把话咽了回去 跟着顾飞朝山上走 蓝义那边也不甘示弱 手一招 队里有速度的抢身位 PK还没开始呢 先来再跑一场 两队人乱七八糟 边跑边骂 都是强忍着没动手 推推嗓嗓 倒也总算上了山 重生紫荆和花丛男们 看着这两伙人都吃了 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乌龙山脉横跨了云端月夜两成 山脉顶上能不能一路通过去 倒真有些无聊人士实验过 结果是当家有无法逾越的更高山峰 随时走不通的 英旗的人此时跑到山上 除非靠传送 否则倒是没有什么别的出路 顾飞引着人冲上 还可以看到英旗的人朝山脉深处逃走的身影 二话没说 领人就追 有顾飞这样的强力杀手 云中木他们这些敏捷职业也有了信心 不管有没有牧师辅助了 都是撒开了鸭子追赶 他们有些人其实跑动 是可以比顾飞还快的 但此时 以顾飞马首是瞻 都刻意的随在了他身后 结果自然是顾飞第一个赶上敌人 这落在后面的当然是短腿职业 此时也无战意 被赶上后回身随意的反抗了两下 就被顾飞挂了 漂亮 云中木赞道 顾飞杀人手法之利落 让他钦佩不已 老大你们也杀呀 非要我PK值上二百才高兴是不 顾飞又添了一点PK 想想一会儿要洗这么多就头疼 明白明白 杀着呢 云中木说话间也逮着一个干掉 结果立刻感觉到身边似乎有轻蔑的目光 也扫着自己 扭头一看 蓝意他们那边的人已经干掉三个了 妈的饭桶都干嘛呢 给老子打起精神杀 云中木催手下 但他们在人数上本就劣势 蓝意他这边兄弟也都是当初越野城出走的 曾经是高手 现在呢也不会差哪儿去 人数占优 杀人当然也比云中木快 他们也闭口不提自己这优势 一边杀 一边念念有词 嘿 又一个 这是多少个了 一边数 一边必然要挑衅的 扫向云中木 云中木气得弯弯直叫 但他这人手不多 又变不出人来 只能杀得更加凶猛 蓝意这边人数上是优势 那要输了 更会被鄙视到死 所以也不敢放松 两边人现在也不理会顾飞到哪了 一个劲的 向追杀着目标前进 英旗的人郁闷极了 他们一早发现蓝意的人马 自然清楚不是他们的 只当是云中木石会联盟的援军 更何况 对方已经脱离山道险地 他们打又打不过 跑吧 那边援冰会截住 没办法 只好上山 一个劲朝着未知的山脉深处钻 只希望顾飞这些人追来后 追着追着会失去耐心 最后能活多少算多少 谁想这帮人真是够狠呢 一个劲要赶尽杀绝 此时都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了 他们还在追 最后一个英旗成员终于没有逃脱 被数名玩家围上来 抢着狂杀 一边杀还一边对骂 我们的是我们的 放你娘子屁第一刀是我捅的 放屁 先中的我的剑 我的刀 我的剑 于是一堆手下留情 把这可怜的英旗玩家 拎起来扔到一边说 先中剑还是先中得到 英旗玩家 看着这一帮面目猙獰的土匪 终于哭了 大哥 让我死吧 两边人一看 问不出结果 目光滴溜一转 一人突然叫道 谁看死是谁的 话音刚落 剑啊刀全上了 英旗玩家幸福地闭上了双眼 他终于可以死去了 云中木等人虽然很努力很努力 但人数上劣势太大 终究是晚不回来呀 一脸闷闷不乐 蓝衣的人又怎么肯放过他呢 阴阳拐气的说 云老大杀了多少啊 去杀人这种事天天做 谁还数自己杀多少啊 没见识 云中木表示着不屑 不用你数 看看你PK值是多少 比PK值 你怎么不去找千离罪啊 千离罪 他能杀多少 蓝衣这帮人不知道 顾飞的基础 这一路追杀 顾飞落了后面 倒是没杀多少 此时正好赶到这 左右看了看到 没了 没了 正好这位兄弟问你 PK值有多少 意外吧 怎么了 你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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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